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群 小猪佩奇拿着一张凯蒂猫的购物卡来买东西了 这次他又会买到什么好玩的呢? 先把卡插进去 来挑选一个按钮吧 他选择第三个按钮 哇哦,掉下来了 哦,好大一包啊 上面有凯蒂猫的图案呢 我们跟小猪佩奇一起来看一下吧 哦,原来是三地欧人物的泡澡球 多好可爱啊 泡到最后呢会有惊喜玩具 好像是一个印章 我们看一下背后 有凯蒂猫 美乐蒂 布丁狗 白色的叫什么呢 还有双紫星 人物的底部是一个印章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剪开看一下 哇哦,好漂亮的紫红色泡澡球 还很香呢 哈哈,小猪佩奇这次又买到了一个泡澡球 拿回去和家人一起泡澡吧 我们先往里面放热水 好了,把泡澡球放进去 哈哈,一下子就溶掉了 滴到他们脸上了 不过没关系 很香呢 哈哈哈哈哈哈 是草莓的香味 泡澡球很快就溶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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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看到了印章 先用花扇给它们冲洗干净 玩具出现了 是黄色的 佩奇觉得好神奇啊 泡澡球里面竟然还能藏玩具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只布丁狗 是不是很可爱呢 胖嘟嘟的 它头上还戴了一顶小帽子呢 下面的印章也是它的头像 还有五角星 我们往印尼上站一下 就可以把图案印出来了 图案出来了 你们觉得好看吗 那我们这个呢就是背后的三号 布丁狗 我们还有一个绿色的鳍鹊蛋 里面装了什么呢 这个包着水杯的是凯蒂猫 它带着蓝色的蝴蝶结呢 然后还有粉色的是美乐蒂 大大的耳朵 你们喜欢美乐蒂还是凯蒂猫呢 还有紫色的鳍鹊蛋 这个也是凯蒂猫 它穿的好像水手服 黄色的领结 还有一顶帽子 你们喜欢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呢 最后还有粉色的鳍鹊蛋 金色的 好像是一只鲸鱼 哇是美乐蒂的鲸鱼 好可爱啊 把它做成了鲸鱼的造型 身体圆圆的胖胖的 这两个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玩具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